兩個星期前 當時我在國內 香港政府打給我 他要通知你 很客氣地打你 他說 恭喜你 你拿到這個勳章 我是一個榮譽來的 有些驚訝 有些開心 覺得榮幸 當然 我沒有遇到我有任何 我覺得我自己是土生土長 我是做回我自己應該做的事 很普通的香港人 看到香港突然間好像淪陷 完全在我的常識之下 我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發生 我經常都強調 你的想法不要緊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有一條底線就是 你一定要守法 你不可以犯法 疲於奔命的 在前線的警務人員 你又用暴力 你又燒他 又傷害他 沒有人出來講一些 鼓勵或者公道的說話 我自發性就去 說不擔心就是假的 他們在網上偉來燒我這間屋 說什麼都寫光了 人呢 你不可以因為恐懼 而沒有自己的立場 我說我的字典裏面只有一個字 我是不會寫的 還有害怕的字 那樣東西 如果你覺得是對的 而你為了害怕 而不去做你自己心目中想做的事 我覺得沒有意思 其實是相感的 你整個社會這樣是不健康的 還有這些都不是很老套的說 我們的前途就是在年輕人手 我們的前途就是在所有人的手 現在八間大學 那間有些另外 其實培養了很多人才出來的 應該為社會做更多的事 還有你選擇的路是你自己選的 你記住你選了你就要負責 最重要的事不要犯法 一個社會要穩定 你才有機會繁榮 那現在希望向好那方面 只要大家守法 其實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 非常讓你有發揮創意 或者發揮你的能量的地方 你自己有自己的理想 香港一定給你最好的機會 這是我在香港70年的經驗